你见过长触角的无人机吗 反正我是第一次见 你觉得它怎么样 是像一只小蝴蝶 还是像一个广东人都害怕的另外一种昆虫 反正它的名字叫做大疆Neo 2 这个产品线总算更新了 那大疆对于这个系列的定义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 和别的无人机都不一样 它更多是用有趣的外观 对新手更实用的功能 还有超级激进的定价 去抢占入门无人机的市场 能把竞争对手也给挡在外面 所以你会看到 大疆Neo 2的售价 现在单机身是1499元 唱飞套装带遥控器是2499元 比上一代稍微贵一点 但是这个价格是不是还是挺厉害的 那么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来了 哎呀 提姆你手上这个无人机看着又小巧又可爱 画质好像也还可以 那请问 如果我喜欢拍日常 我喜欢拍拍娃 我喜欢数码设备 我只买这一架无人机 它能够覆盖我的需求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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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先从避障开始 这是我觉得新手用户最在意的一个地方 以前的无人机讲真似乎都没有把这方面给做好 很多时候新手买回来的第一架无人机 要不就是挂在树上 要不就是直接炸掉躺在地上 所以人的心态会非常非常不舒服 NEO2因为有了全项避障还有奖宝 所以现在你几乎不用再遇到上一代 你有傻乎乎撞墙或者撞树的情况 起初我觉得它只有两个鱼眼摄像头 还有一个Flip同款的激光雷达 会不会避障效果不好 但是目前我们使用下来 这个价位的无人机居然真的可以避障 只要不是光线特别差的环境 那基本上NEO2可以很灵动的越过障碍物 或者杀停 我可以给你看一看它在我们公司这些狭小的空间里面 穿梭的画面 那的确 这个避障还是挺聪明的 全项避障在这么小一台无人机里面 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一个很高的评价 我没法给它差评 因为这是第一次出现 但是还是那句老话 就是无人机有避障和你乍不乍 实际关系没有这么大 只要你想 那它就是会躺在地上 所以飞行的时候避开高楼或者复杂场景 会更安全一点 那说到外观 它虽然没有大疆最好的做工 但因为本身材质是这种柔性的塑料 还有全包围讲宝 所以耐自好真的是这样 无人机很令人震撼的一个特点 别的无人机一下就趴下来 像是这样 像是这样 它基本上都不会坏 但是不要模仿 那除此以外 机身上还倾加了一个 显示飞行状态的小屏幕 还有这对挺可爱的小触手 它是什么用呢 它是一个图传模块 你需要购买NEO2的唱飞套装 才会有这个配件 没有这个模块的话 你只能用手势或者手机WiFi来控制它 图传距离就会比较受限 但是装上它以后 哎 恭喜你 别别别别冲 它可以解锁遥控器 或者穿越摇杆这些更进阶的操控 并且能够使用大疆的O4图传 来获得一个更远的图传距离 大概城市里面船1.5公里左右 我们测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也因为多了这些新部件和功能 NEO2的重量从上一代的135克上升到了160克 但是它依然是大疆产品线里面最轻的那一把 轻的同时 它也加入了大疆的5级抗风阵营 所以在海边飞它 你几乎不用太担心它会被风给吹走 但是目前飞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 虽然有双轴云台 它是两个轴向的可以防抖 但是风大一点是可以看到 因为缺了一个轴 遥控器里的画面是有点晃的 但是实际素材 大疆又给它加了一道电子的防抖 所以画面看起来稳定性又没有问题了 那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有个最大飞行高度的问题 我必须得提一下 就是目前NEO2无论你有哪种操控方式 它都只有120米的最大飞行高度 也就是说它不能飞到120米以上 这会有点遗憾 那虽说有这些限制 但如果你是在平原飞行无人机的话 那NEO2相比别的大疆无人机 就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优点 放在手上 不用遥控器 按一个爱你 它就可以起飞 大疆在智能方面这几年其实发了不少的力 它们更多就是想你不借助遥控器 能够控制你的设备 但实际效果嘛 嗯 我必须得说 它们之前的语音操控 从天上的无人机到地上的扫地机 都是要固定的念一段咒语 你说错一个字 它都不会理你 所以非常的顽固 但是NEO2这一代居然在语音上有了一些改善 你现在可以说模糊词了 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愣一下 但是整体比以前已经好了不少了 而且它的智能跟随也随着大疆的AI功能进一步 变得更好玩了一些 不仅跟随速度变快了 而且现在它可以直接指认出你的手掌 你可以直接像翡红女巫的这个混沌魔法一样 来操控这架无人机 只要像这样 就可以向左 像这样 可以向后退 伸手就可以回来 这个交互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超级无管 很好玩 那你肯定会好奇它的识别精度到底怎么样 会不会丢了遥控器 它就变成放声模式 直接就飞走了 那答案就是因为它是视觉加上激光的方案 那在光线充足并且空旷的环境之下 反正我没用下来 它基本上没有飞丢过任何一次 能够很好很好地响应你 那光线不好的时候呢 它会迟疑 但是它不会发疯 反正这是我们的结论 就会愣一下 但它确实可以认出来 反正物理极限吧 大疆确实很难突破 但是能在这么小体积里面做到这个效果 我觉得已经挺厉害了 画质方面 尼尔用的和上一代一样的1.2英寸传感器 那镜头变了一些 现在是16.5mm f2.2的光圈 那录制规格虽然传感器没有变 但是现在提升还挺大的 它的传感器性能现在全部被发挥了出来 最高可以拍摄4K60帧 甚至是4K100帧的视频 那总体画质在手机上看看 我觉得真的还是挺唬人的 反正让我觉得有点惊讶 传感器不换 但画质变得还挺大的 而且有一个大疆官方没有提起 但是我们觉得很离谱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用的是大疆的穿越手柄 和眼镜来飞这个Neo的话 你会发现你多了一个4比3 OpenGate的拍摄格式 类似于一个方形的视频 反正这种特殊比例配和航拍 带给你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的独特 我不是很确定 为什么大疆官方没有提这一点 那如果说你喜欢竖拍视频 那我得说Neo 2不是最适合 因为它是通过拆切传感器来获得的 不像mini或者Mavic Pro 可以把云台给竖起来 那如果你很重视竖拍的话 那Neo 2就不是你最好的选择 那另外因为Neo 2有了双轴云台 上一代是一个轴 所以现在你不用再面对上一代 过多的电子裁切的问题 你可以用到几乎整个传感器满血的画质 所以画面也很稳定 画质提升也很明显 那只不过我稍微会有一点挑刺的话 就是这一代的无人机 还是没有D-LogM 或者任何更专业的色彩模式 只有8比特的直出色彩 所以后期调整空间会稍微小一些 那另外夜景也是它的弱项 你不能期望它能在夜晚给你带来超高的画质 这毕竟是一台快速拍快速分享的无人机 反正Neo 2对于画面的调教 我觉得目前看下来还是挺够用的 反正总的看下来Neo 2在体积 画质 耐用性方面 我觉得都还是挺甜点的 能在这么小一个无人机里面塞进这么多功能 我确实挺认可大疆的 都是优点啊 都是优点 那缺点有吗 我觉得有一点是你必须要注意的 就是Neo 2的电池只有11.5瓦时 那我给你个参考 Mavic 4 Pro的电池有95瓦时 R3S有62瓦时 Mini 5 Pro的长续号有33.5瓦时 Flip有22.3瓦时 iPhone Air那个不怎么好用的无线充电宝都有12.26瓦时 而这个电池比那些都要小 那虽然比上一代要大了这么一点点的容量 但是实际使用这个续航表现提升不是很明显 一块电池最多让全副武装的Neo 2连接遥控器 飞13分钟左右 好在电池管架最高支持65瓦的快充 所以一个小时能够充满三块电池 你可以边充边拍 对你日常使用也算是够用 但是综合来说像比大疆别的无人机 续航是它最大的短板 只是你能看到机身上这个C口吗 就是如果你用它来充电的话 它最高是15瓦的充电功率 会比它用电池管架充电要慢不少 而且它位置在机身底部 所以你每次用它 你必须得把无人机翻过来 这样插上来充电 给我一种苹果鼠标的感觉 不算是特别的优雅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USB2.0的接口 用它传速材 你只有40Mbps左右的速度 会出现一个很搞笑的情况 就是你插线传 还没有它无线快 它无线最高能有80Mbps的速度 那配合上Neo 2 49GB的内置存储 即便这个无人机是不能够插卡的 但是这个存储空间也基本上够用 所以我真的挺希望大家能给它 加上一个更高速一点的数据链路 还有更长的续航 那Neo 3或者它的下一代 就会让人更喜欢一点 反正对于这类定一位好玩的无人机来说 我觉得Neo 2这一代 不算是一个小的改款 变得真的还挺多的 它不同于那些 只让你拍到美好画面的无人机 需要你在那边操控精细的打杆 这个东西吧 就是你放在包里面拿出来 然后按一下 听它跟你说中距离跟随321 BOO 它就变成了一个陪伴你的跟拍摄影师 假如你一个人旅行的话 这个无人机确实能帮你拍到 你以前拍不到的视角 真的很方便 反正这家无人机你想要吗 1499或者2499套餐的价格还挺猛的 如果有果补的话 那就会更厉害一点 我不确定有没有 如果你有朋友想买它的话 也欢迎转发给它看一看 也请不许给我们点赞推散转发 这种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 下次再见